日本接手长期以来的货并宽松政策 而美国的联邦准备理事会则采取紧缩 因此这使得日元兑换美元的会价 在今天一度扁破了140大关 来到了140.13日元兑换1美元 创下24年来的新低记录 这也是从1998年以来首度出现 实际上日元兑换美元的会价 从3月份的115左右就一路的下探 极扁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日本的央行和联准会等 其他国家央行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 而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指出 英镑兑换美元的汇率 也扁到了2020年3月份之后的新低点 一度扁到了1英镑兑换1.1499美元 主要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前景让人忧虑 投资人转而购买美元避险 英国的职产党保守党 将会在5号举行党会选举开票 当选人就会成为新任的英国首相 现在进入决选的包含了英国的 前财相苏纳克还有现任的外相特拉斯 8月31号参加选前最后一场的竞选活动 互批对方的政界难以处理当前的经济危机 美国的中院议长裴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首舰美国两艘的神盾级的巡洋舰 8月28号的时候穿越台湾海峡 并且在8月31号秀出过航时 美陆台三方军舰同框的照片 好 俄罗斯现在表示说 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海是新的挑衅行为 让整个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还有不可预测 另外还要来看到 这是中美的科技战持续的升级 美国先前禁止对俄罗斯出口晶片 但是31号这一天又要求设计处理器的美商 灰达还有超围停止向大陆出口高阶晶片 灰达说了此禁令可能会影响到H100晶片的开发 并且阻碍灰达在大陆的业务发展 估计的损失将会来到4亿美元 好 美国官员已经说了 新的禁令将会解决相关的高阶晶片 在中国大陆被用于军事用途的风险 波兰政府已经预估了 波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失 大约是6.2兆波兰币 好 这个数字相当于欧元1.3兆 现在呢 他们将会要求德国磋商赔偿的事宜 波兰的副总理卡成斯基已经说了 6.2兆波兰币其实是一笔大数字 这个赔偿将会是漫长痛苦的过程 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代表团 视察了乌克兰南部的 扎波罗热核电厂 并且表明呢 将会派员在核电厂监督 以确保核能安全 代表团的团长 同时也是原子能总署的署长 葛罗西说 在短时间之内搜集到的大量资讯 尽管呢条件非常的困难 但是核电厂的员工 依旧是尽责的执行工作 扎波罗热核电厂 其实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从三月份开始遭到俄军占领 但是依旧由乌克兰人员营运 核电厂周边区域近来连续遭到炮击 俄乌两国互相指控是对方动手的 至于为了确保核灾不会发生 原子能总署将会让部分的团员 留在当地继续进行监督任务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近来 其实两岸之间的局势真的是蛮紧张的 尤其是大陆不断派了这个民用的无人空拍机 来侵扰我国的离岛地区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回 我军在昨天中午十分首度击落对岸的无人机 来看到事情就发生在昨天9月1号这一天 中午十分左右 大陆的民用无人空拍机 又散致闯入了失与禁止限制水域的上空 结果这个时候呢我国的驻防守军首度开枪击落 现在传出来的是当下其实包含了干扰枪 还有步枪都是并用的 同时呢国防部已经说了 现在金防部的官兵们随时随地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 好整体事件呢主要是因为呢总统蔡英文日前已经下令了 我方可以适时的采取一些反制作为 他的说法是我们不会挑起争端 但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反制 另外国防部现在传出的是 已经秘密派了数十名的官兵 带着所谓的无人机的干扰枪 进驻到金马外岛来支援 这当中呢其实人数并不多 大约有数十人左右 但是包含了空军宪兵还有陆军等等 只不过呢这一回我国首度极落对岸的无人机 看起来已经有展现强硬的姿态了 但是国政基金会的副研究员接种 他就提到了 虽然这个部分展现出我方的强硬姿态 但是并不能够排除榴弹伤及无辜 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用干扰这个方式 来使得无人机失效 好说到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在都凸显说 现在两岸间的情势真的是蛮紧张的 因此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这是远见杂志所做的民调 要来问问的是 中共一连串扩大实施台海军演 是否会担心两岸之间开战呢 其实有蛮多民众 有高达63.6%的民众说担心 好第二个问题 再来问到的是 八月份爆发的台海危机 你对于政府的信任度 好结果来看到这个部分呢 更有高达65.4%的人认为说 已经减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了 好接下来这则报导呢 就要带您看到 我方昨天中午首度击落对岸的无人机 好这个部分呢 网友倒是一片喊赞 好有网友说呢 国防部终于是放鞭炮赶走麻雀 大陆无人机旅闯金门 连30号晚上还有三架无人机直闯进来 一号中午一架民用无人机 再度飞到金门湿雨区域 这回我军首度把大陆无人机直接击落 国防部长邱国正才说要放鞭炮下麻雀 就真把无人机给打下来 据了解当时无人机飞到小金门跟湿雨之间 三架军多把步枪同步射击 最后逃不出火网被击落 而进入网路上还疯传这段影片 说是台湾历尚往来 无人机飞向前方挂着五星旗的建筑物 广场上十多名军人一看到空拍机 一轰而散冲进建筑物里 影片宣称是金门飞到大陆厦门脚雨解放区营区 但大陆网友挖出央视上个月发布的影片 对比建筑物已经被漆成迷彩色 影片中还是白色外墙红屋顶 判断这恐怕是旧影片 还有影片拍到无人机低飞拍摄福建海边 结果被大陆渔民误认敌军 一把抓泥土丢向无人机镜头一秒全黑 而面对共军战力提升 国防部最新中共军力报告指出 目前大陆已具备遏止核战能力 甚至2027年火箭军就能对台精准打击 换言之准度能精准到直接攻击特定区域或建筑 这种当然指的可能是 例如说像对总统府国防部 这种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可以比较精准地来达到这个 他所要的目标 他的军援里面我们确实飞过台北的一个上空 几枚那个飞弹 达到日本的这个军机含义 精准度是不够的啦 随大陆军力不断倍速成长 两岸越拉越大的国防战力 想避免战争威胁 恐怕还得看执政者智慧 接着台北综合报导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